南投市庆福寺新丑年扭转乾坤庆元宵晚会即摩采活动 日前在庙前广场热闹展开 巨无霸摩采香在晚间6点30分截止时 累计投入超过2万张的摩采券 乡亲及姓众是挤爆庙城与祖师公同乐 并期待将电动车电冰箱的大奖带回家 场面相当热闹 南投庆福寺新丑年扭转乾坤庆元宵晚会即摩采活动 因为春节疫情的关系 延到日前在庙前广场热闹散开 当天晚会由主委追明心主持 曾主委表示 旌旗疫情已见环可 针脚寝室主持宫责定清明年假中举办 希望信众都能够有正信正觉的心态 透过主持宫的庇佑加持 让一整年都能够顺顺利利 幸福平安 感谢来自全国的信导 我们本来是 延月15号延宵节 要举办的 庆赞延宵摩采活动 因为顺时钟的关系 我们通病疫情 所以我们演技到今天 应该等一下会爆满 整个廟墙会叮起 一季应该会超过五千人左右到现场 我们的奖品非常丰富 来自全省的信徒 以及我们本庄的信徒 大家都很期待 来奔祖师公的福气 来举到大庄 在我们信仰的一个正向来讲 不外乎就是存好心做好事 说好话 那我们求得自己心灵的一个征信 那先就会帮你祷祷三天 我们的账通的属众是这样的 明镇出长吴远林表示 庆佛市主是应灵 常愧主持宫 神迹显赫 信徒遍布海内外 每年的初一 穷林运迁都神准灵验 元宵广汇更是热闹盛大 近年期许 在主持宫的庇佑之下 能够风调雨顺 雨水充沛 无苦丰登 幸运都能够富足安康 庆佛市原本要在 元宵节办理的摩采活动 那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 沿到今天 那今天参与摩采的人潮 非常的踊跃 把整个苗条挤得水泻不通 可以看得出来 大家都非常热情的参与 今天的一个活动 那庆佛市供奉祖师公 祖师公非常的灵感 也庇佑地方 保佑地方 让地方非常的平安和谐 让家户都能够安居乐业 今天是整个店铁铁铁铁 这就在载的现实 我们来到地区 真正团结 来到幸福是有几十百年的历史 我们只要是有来这参拜 我们的祖师公一定会比喻我们大家 可以做一份大事 一旁好顺利 真正顺利 我们的祈求我们的 风条武顺国台平安 我们的祖师公也祈求我们的 所有的国人 这样的日后 可以真正顺利 可以过到安和乐利的生活 晚会以乐见 与祖师公的美好相遇为主题 在全国各地信众热情参与之下 奖品非常丰富 摸柴券超过两万张 乡亲以及信众 起报妙城与祖师公同乐 记者商经服 南投市采访报道